宇宙将会如何终结呢 根据标准宇宙模型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我们的宇宙开始于一个比硬币还要小的区域 随后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持续的膨胀 讲文一直到了今天 而且新的观测数据还告诉我们 信息之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彼此远离 尽管盈利也在不断的尝试将它们重新拉回原处 但一种被科学家称之为暗能量的神秘力量 显然更深一筹成为宇宙加速膨胀的推手 为宇宙将会如何演化制造出更多的悬念 基于对暗能量可能的解释 以及它跟引力之间 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互动 我们基本上对宇宙未来的命运 有下面这三种猜测 分别是大降温 大撕裂和大吉 下面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如果暗能量的强度在未来 一直保持如今的水平没有变化的话 宇宙将永远加速地膨胀下去 于是形成恒星所需要的星际材料将会越分越开 新的恒星越来越难以形成 而我们知道所有的恒星都终将死亡 当它们的接替者变得越来越少时 极度的寒冷与黑暗将会在宇宙当中四处蔓延 当温度最终降到绝对零度的时候 宇宙中不再会有任何一个可以移动的东西 其中甚至包括最微微小的粒子 宇宙因此变成了一个永远冻结的无尽的空虚 大概不会有比这里更无聊的地方了吧 这就是大降温猜测 也是我个人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猜测了 也许你跟我一样 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精彩的结局 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大撕裂猜想会怎么样吧 如果在未来暗能量并没有保持安分 而是持续增强的话 引力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宇宙的完整性 宇宙将面临惨烈的瓦解 从星系的解体开始 这场浩劫会一一扫过黑洞横行行星小行星 随着宇宙被快速撕裂每一种物质都开始自行的崩溃 并衰减为辐射 其中自然包括一切的生命 最终上至星系团下至原子核 宇宙中不再会有任何复杂的结构 只剩下被拆到极限的粒子 铺满整个宇宙空间了 似乎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令人向往的结局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种假设 如果反过来 引力获胜宇宙不是被撕开 而是被拉拢 会是一番什么样的画面呢 如果在未来暗能量持续减弱的话 引力便开始大局反击了 重新把膨胀的宇宙往里面拉 于是趋势反转 宇宙膨胀先是减速停下之后 便开始了快速的收缩 引力看起来是如此的势如破珠 不可阻挡 时间将不可避免的发生碰撞 恒星也将直面冲突 星系合并 物质也会由于原子之间的收缩 魁不成形 宇宙最终会被压缩成 它原本的样子 一个致命的起点 而这样一个起点 或许又是另外一个全新宇宙的开端 新的星系 新的恒星 新的星星 新的生命 是结束 也是开始 不得不承认 这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有关宇宙终结的猜想了 当我们回顾这三个猜想 你会突然间发现 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的宇宙 是最适合生命发展的宇宙 过去太热 未来则资源又将变得极其有限 这个时间段的宇宙 是最适合观察的宇宙 在我们目光可及的范围之内 大约有1万亿亿颗太阳这样的恒星 而它们在未来都将纷纷离我们远去 所以难怪 我们总是对仰望星空充满了热切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进入 感谢观看